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孩子们又多生子 这个女性的这种大爱 我们都在消失 你怀孕的时候 就是偶然受用了 都是为了 你都是自己 纯粹在那种 情欲的满足之中 然后突然怀孕了 很多人就是 他不是说是 他不就要古时候 你就叫 你在为了 用一个下一代 你在准备 还是说 准备好了 我就去受用 然后去培养下一代 他不是的 人家动物都会这样 人家一年发几次钱 到了发起钱 人家有很多准备的 准备一个窝 准备一个要弄个鸟 还弄不一个 先把窝弄好 到他盖窝的时候 你看拿水 孩子那个毛 那里边全是 就是他在准备 为下一代的准备 但人历史不会的 人历史 哎呀不小心怀伤了 你看经常会这样说 不小心怀伤了 要不要的问题 大母 要不要吧 反正没孩子 从怀那一刻 他就是只是考虑到自己的欲望 他做性都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 他都是自己自己嗨的 他都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我今天就 当然说除非是不生育的那些 说我今天就为了传宗接代去搞 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玩的 玩 怀孕了就怀孕了 他也没准备 怀孕了 反正是我的孩子要生下来 他一定要很聪明 他要不聪明 这不是脱离我一辈子吗 他要有病 所以他一定要聪明 所以为了他聪明 所以我要吃好吃的 我要开始 我肯育他 因为为了我的孩子聪明 因为是我的 所以不能蹦 我的聪明是什么 我一定要培养个聪明孩子 如果他生下来蹦 我白吃了 我那些好吃的 他不说这 却味到他嘴里了 白吃了 给孩子吃的 然后他又不说自己的 然后呢 而且我的孩子一定是 我吃那些是为了他聪明 不是为了他 未来幸福 或者是什么 是我培养他 我应该培养一个好孩子 我应该吃 是我吃啥 他聪明 我吃啥 你吃啥他聪明 是吧 你停下来就心来 你养育一个生命 在你的体内 你带着一个宝宝 然后坐在这 安心啊 清静啊 平和啊 你在养育一个生命 用博他的爱去养育他 让他借你而来 你的想法不是 让他借你这个肉体而来 人家是一个生命 然后借你一下 借道而已 借道你把他生下来 然后他叫你一声妈 哇 这个是血缘 好 重重他生命 这个生命 叫完整地走外 他的命于一生 他好他坏 是他的事啊 你给予他的事 做妈在这个人世间 应该给予的照应啊 就是他小的时候 他依恋你 好 给他母爱 给他母乳 给他应该吃的东西 然后告诉他 做一个人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其他道妈不知道 因为你不懂真的是 你说人家来自于哪里 你不知道 人家从哪投胎 你不知道 上辈子是啥 你不知道 下辈子做啥 你也不知道 这辈子未来会成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只知道 妈只知道 做人应该这样 好像那样 就掉火坑了 吃喝嫖毒 你别沾 吸了毒也别沾 因为那些要有底线 其他的 你有你的吸气 有我有我的 大家这一辈子 有缘做父母 互相周周吧 讲大了 你也周周妈妈 妈妈也周周你 大家不要说 因为有血缘 都过多的干涉 差不多 我也 我很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女儿 我很喜欢你 我会尽全力照顾你 这一生 一死无忧 或者是什么 尽我全力 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里 我会提供一些东西 保护你 但是你也不要依赖我 我是我 我还有我的生活 是吧 你不用完全依赖妈妈 妈妈有妈妈的生活 妈妈有妈妈的命用 你也不用来平叛我 没有人可以平叛另一个人 我是好的坏的 那是我的事 你把自己过好了 是吧 你借我而来 是吧 好像我有恩于你 你如果报恩就报 你如果不报 祝你幸福 是吧 你借我而来 这也不是多大的 是吧 当年我怀你的时候 也不是 我也快乐过 是吧 我怀你 我也是为了 可能我有我的私心 是吧 我想要个宝宝 因为我想要个孩子 或者是我生理上 或者是我为了满足 所以你也不用太大的 是吧 也没什么 那我养育你 那那个时候 我无事的付出 那我觉得 因为你是我孩子 我愿意吧 是吧 我也没付出 人家别人的孩子 就是 有时候打你 骂你 我还觉得你太不争气了 那将来 你要后悔的 有些事 我不打你 你来不住嘛 之后打了你一个耳光 因为怕你后悔嘛 你后悔的时候 比那耳光还疼 知道吧 就是教育嘛 又啥呢 这一辈子 人家长大了 就废了 废了就废了 老了回来 看你就看你 不看你拉倒 自己出去住 保老院 没有 说住不起 没有 你就随便了 看你的福报了 是吧 很多人家 直接去喜马拉雅山 或者去个原始生理 直接在里边 就结束了 喂老 喂老虎 都可以啊 也是一种 是很凶 也是一种 没什么 我说的是比较绝对了 是吧 是你过 你好你自己一辈子 是吧 尊重 这是孩子啊 所以如果你没做这些 只是说 你怎么能打个好码 你怎么会打成码呢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 无所谓 怀上了还不知道 过两天知道了 无所谓啊 一直在玩玩 最后是 生下了 生下了 你就 反正家里多了两个人 做饭的时候 多做两个人 饭呗 你其实长大了 别人说 那是我孩子 我也知道 那是我孩子 听不听话 既然是我孩子 他觉得给我争气 他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不应该是怎么样 然后你要是不按我的规则 办事 串一两枪 是吧 这个压根 这种养孩子法 这也互相也不会种种 互相也没啥 没仇就好了 我不告诉你 他没 咬不成仇 就不错 我告诉你 因为你就是根本 无视他的存在 你无所谓 他的情感 你也不是准备的 去扶育一个后代的 你是偶遇 不小心碰上了 是吧 碰上了 他借你而来了 是楼上碰了 你不小心 然后怀上了 怀上了 不小心他来了 我压根就也没准备 让你来到我家 我也没欢迎你 你来了 来了 就留下吧 这种状态 你说可能不可能是你 你也没准备 你只是想把这些东西改变 想让他变得很优秀 很聪明 从一开始怀悦 就想跟他吃上东西 吃的 生下来很聪明 有你啊 你都不聪明 像他聪明 是吧 你想想吧 你这种做法都是聪明的 你都那么笨 你给他吃个葡萄就聪明了 但是我们有能力说 他借你而来的时候 那十个月能让他身体发育的好一点 这倒也是 记他的 你尽力而已啊 他谁下来是啥样 那是他的命 你帮他找他就帮他 不小帮他 不小帮他 不小帮 大家且着你 你要不要的那个孩子 大家骂你 老习狗非的妈 不是个孩子 然后自己做人的承担 就我是半路御的 我也没准备要他 他就来了 我已经很烦了 我自己都烦 我怎么能养大他 是吧 我自己都过不下去 吃不饱穿不暖的 我还能养着他 我烦死了 是吧 就偶遇的 那个爸妈就说 哎妈呀 我都没觉得你是大人 就一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孩子 他就说 我不准备让你来我家 我是学到那个了 你怎么就进来了 对 他就说 我跑得快 爸妈看了 我家出了 后遗症很多 真的 你就没准备做一个伟大的母亲 我是看别人 我就觉得麻烦 都不麻烦 自己 其实都是 那个就是留下了印记 看着这个世界无中恶 这些都是自己烦 你知道吗 他也烦 到妈也烦 到儿子也烦 啥也烦 你在哪个角色都烦 你知道吗 自己不安心 自己一定要让别人 就像我们平时 我们那些可怜的认知 就是希望有点成就感 让别人认知啊 这都是人力的喜气 你是个人 你一定具备这些喜气 谁也别说谁都有 但是你不是修行 现在都出 别说是 你都要出六道 你拿着整那些东西 有就有呗 那怕啥了 那又不注意说明 我们是个坏者 有就有呗 有我们修行 慢慢地把时空突破什么 那些东西影响 如果是说 从早到晚了 自己处在那种迷茫的状态里 就像天一直影响了49天 他早有一天会停到 所以不用担心 继续按佛说的做 就说 我很久了 我一直压抑在这种状态里 我一直 也不要认可这是个坏的状态 就是阴天的状态 我就阴郁蒙蒙的 也可以 瞧瞧就吃点药啊 如果是 可能是生理上有病 如果是生理上吃了药也不好 那可以 那个什么 利他做些功德啊 可能是有些 逆业啊 逆缘啊 是恶业成熟了 那么做些善事 做些功德 帮助一下别人 也许一下子天就停了 有时候不知道碰到啥了 反正是 但是利他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散报的 因为会了逆缘嘛 因为你内在的逆缘 跟外在的是一样的嘛 帮助别人 总会天一下子就停了 就一下子让自己 翘出那个 定义怜悯的状态 不知道怎么转的 突然就出来了 然后有时候或者是 宽恕一个身体伤害你的人 你不抱怨了 不起忘了 不要求了 突然放下这些东西 天也会开 就是那种英语 一下子就天晴了 就打开自己的心结 心里边执着什么 把它放下呗 有时候 说放不下 咬咬牙 放下 有时候需要咬牙的 有时候需要透着哭着 然后说算了呗 好好活 是吧 但是你只有一天 因为我们的目的 放下所有的一切 是为了解脱到 圆绝的进去 你是有目标的 你不是放下 为了失去 你放下是 当你有一天 能够圆绝 自在 所以你的放没有损失 不管你放下 啥都不会损失 因为你在道上 就是这样 所以不用担心 你拥有的更多 但是你要继续修 你要只在人道蹴脱 然后呢 你的放真的是失去 我告诉你 你在人道放下 不走 不往前走了 那你就是失去 你要是人道的角度 放下哪块也是失去 没了嘛 但你要是在放的过程中 不断地与佛的直接 往前走 那你每一个放下 都可能更远 更远 放下自我 都可能进入圆角 进入圆角 就圆满的智慧里面 跟如来的法性滋留相结嘛 你要继续往前走 每一年慈悲都会让你成道 祝你成道 我们现在是说得多 做得少嘛 未来大家就开始要习动了 要多做少 说话 是吧 你好 你做出来给我们看看 是吧 行啊 大家做 我现在大家付出也蛮多的 就是治疗 自己付出 对自己的一个桥子 所做的每届 是未来 你在菩萨道上 都是为自己在做 这个是正确的界定 就是说 即使你有众生在受益 那也是为自己在做 与众生无关 发力众生的心 是以为自己成道的关系 因为你还着笑的时候 与众生无关 哪有那么多众生 让你做 所以不要说 哎呀我发了愿 人家众生不需要 你好像看着众生不需要 不需要做菩萨 做不需要菩萨的 这个世界不需要菩萨 对吧 继续往前修 谁需要做 对啊 给那个需要的 赶紧收集露过去吧 一会就略了 眼睛 嘿嘿嘿嘿 两丝 嘿嘿嘿 你的丝物可怜 就消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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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